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副社长认为医院的量能有困难 那台北市呢 第五的筛检站一早涌入了人潮 黄栓生说没有症状者暂缓来筛检 但是呢 怎么样去应应这些需求呢 台北市万华的快捷 快筛的阳性率几乎10% 换句话说非常非常的庞大 那柯文哲说今天的确诊数还会更高 可是你怎么应应这个状况呢 该有的预算跟各方面能够不赶快应应吗 马上连线给吴红成医师 包括林静颖医师 不管是这个快筛之乱 包括了葡萄之乱 全院急诊一个医师在值班的过程当中 突然有百人夜闯要做快筛 这是出现在哪里 在彰化县 因为彰化县在卫生局公布了说 如果有问题的话 赶快去进行快筛 快筛竟然呢 百人闯进去之后 那被骂惨了 确诊的状况呢 还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有1300名的匡列 闯到急诊室 竟然急诊室只有一个人 当然中国女子控告踢皮球 这个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要进行独家连线 北荣长庚跟新光医院 暂停非请要的医疗 非常多的医院已经做出了紧急宣布 今天邀请到各几位来宾 马上来看这现场 包括了要连线 有北医的肿瘤科医师 吴宏诚 吴医师 民进党立法员 王定宇 包括国民党新北市医院 叶元支 两岸政策协会 您就会很重要的一个老师 包括私识委员 王对德 包括了这是前台北市议员 童仲彦以及中山附属医院的主席 因为是林静颖 马上进行连线 先来看 包括在今天 光是在重灾区 在台北市万华就有89例 新北市在148例当中 以板桥41例最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个案分布在 茶艺馆相关万华活动室 还有卢州某社团 南部的竞乡团 宜兰的游艺场等等 五大的关联群 但是个案当中到目前为止 依然有40例 跟群聚的关联性是不明的 本土各案一口气 新增333例 再创新高 分别遍布9个县市 台北最多158例 光万华就有89例 新北市148例 以板桥41例最多 桃园10例 其次基隆6例 彰化5例 宜兰台中各2例 新竹苗栗各1例 统计有10位学生 333例的本土案例 189例是女性 144例是男性 那男性居于未满 5岁到90几岁 看看本土病例地理分布图 统计到5月17号为止 新北市跟台北市都破300例 另外桃园破50例 彰化 基隆 宜兰 也都有10到20例的本土个案 目前台中 新竹 只有各4例 苗栗 高雄 累积各1例 指挥中心更宣布 从5月19号临时起 会持有我国有效支流症的 非本国籍人士暂缓入境 也暂停旅客来台转机 到6月18号为止 会是疫情 滚动式调整 我们的疫苗量能要保留这一部分 那个量就相对的大 那些都要留来 让我们做相关的缓冲区 或是我们的境内里面 有需要这隔离的人来做使用 保持疫苗量能 留给国人使用 要为围堵疫情 做到最大努力 疫情升温 一水之隔的双北疫情 一日高过一日 从石子会 从万华的茶室 到包括了板桥 亚东医院的疫情 都紧扣着民众的心悬 病房的调度 包括了筛减站大牌长龙 更说明了主战场 就是在双北的交界的行政区 疫情升温双北紧绷 首长更是头痛 同友也喊出四级警戒 近在眼前 今年板桥联系三天 确诊的个案都超过20例 那新北市一定会做好 第四级的准备 这两三天一直冲上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强度一定会更强 这个部分要打快讨论 要不要授钱给地方 地方是整个状况 来前前处理 昨天那个侯市长跟我开会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视讯的会议 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提给专家来做一点讨论 谈话中央授权地方不止新北紧张 台北也力拼能阻断传播链 我们应该要进行一个自动自发的封城 就说从现在开始你知道 没事就在家里了 那包括我们整个市场上面除了民生必需品以外 其实我们都建议先暂停营业 北市娃娃机 吊虾场 桌游店 还有卡拉OK的餐饮业 非民生必须统统统停止营业 周团医疗崩盘 新北已经寻觅地方 拟盖方舱医院 附地广交通便利 距离住宅区还得有一段距离 原本锁定芦州空中大学 勘察后初步排除 目前还有多个地点评估当中 双北接不断扩充医疗量能 要来因应飙升的确诊数字 三线小宇自助军 台北新北最后报道 双北重中之重 而今天正是在双北升为三级之后 第一个上班上课日 昨天的晚上一直都是告诉大家 国三高三才需要停课 不过今天双胖妹所召开的记者会里头 也立刻宣布高中以下全面都要停课 临时记者会对于现在新北市的疫情 越来越险峻 那么侯友宜认为高中以下 包括特别强调部习班 安清班等等 包括了课后的照顾中心 从明天开始一直停课到28号 下课时间一到 家长早就等在校门口 要赶紧把孩子接回家 只是人潮似乎比平常少了点 双北一向一停课 其实不少家长中午就提前将小孩接回家 上午10点 双北首长突袭宣布 18号起高中以下停课 当时已经让家长先乱一搏 蛮困扰的 就是突然间就是宣布放假 就互相轮流 没办法 就是请假在家顾小孩 在家顾着就好了 就安全了 还有家长不等政府公告 提前帮小孩请防疫假 没想到才请不到半天 就接获停课消息 立刻赶回学校拿课本 真的太慢了 因为从礼拜五跟礼拜六 那个光暗立的 那个扩散这么快 我觉得早就应该要考量到这点 其实前一晚 北市就有四所国小 因应疫情率先停课 像是邻近筛检站的老松国小 和靠近茶街的龙山国小 另外双远国小和银桥国小 则是因为有学生确诊 孩子不用上课 妈妈一早还是到学校 帮忙拿睡袋 但同样在问华 西远国小则是正常上课 北市停课不同调 不止家长 连学校安亲班老师也好混乱 学生不能进来 那我们老师是要来上班 还是不来上班 这一停课高达三十多万学生 受到影响 尽管政策滚动式调整 但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 讨厌的不止政府 还有家长的应变处理 三上胡扣强声音台北上报道 双北在提升三级 包括全国的休闲娱乐场所 通通要关闭之后 今天是第一个上班上课日 今天也是台股 那么在开盘的第一天 所面临挑战 今天在开盘之后 果然应声重挫 钢铁包括航运类骨 等传产类骨 今天都是杀身笼笼 开盘就是一片绿油油 本土确诊数增加 在恐慌情绪冲高之下 台股17号早盘重挫 超过500点 不过开盘不到半小时 跌点已经收敛到300点以内 后来又因为疫情有了变化 全部都停班 那先停两个礼拜 所以亚洲医院 院内感染消息一出 加上双北宣布停课 台股在线恐慌性脉压 从9点40分的高点 一路往下探 震荡了559.88点 盘中低点来到 15159.86点 中场收在15353.89点 跌幅2.99% 稳住万五关卡 今天又再重挫了一个 盘中又重挫了这个五六百点 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系统性风险 已经有price in到现在股价 所以我这边认为说 投资人不用过度的恐慌 暴跌来自疫情的系统性风险 不过跌幅没有像11号这么夸张 或许是个止跌讯号 三大法人也看好台股 17号合计买超324.39亿元 但面对台股剧烈震荡 行政院长苏贞昌16号 也召集财经首长开紧急会议 其中国安基金更是严正以待 如果股市发生非理性下跌 必要时会采取相关稳定措施 其实国安基金就备而不占 要给台股的这些投资人一些信心 专家分析应该不会用到国安基金 只是疫情确实波及企业 像是大力光一名工程师确诊 而核硕总部员工无症状感染 裁减阳性 PCB大厂进棚 桃园厂区员工确诊 但三家公司都强调不会影响营运 疫情冲击产业经济 大家期望能尽快守住 回归正常稳定的生活 参与许是雄方向太比较 晚上8点06分 今天晚上最新消息 国安基金洞见关瞻 财政部今天晚上信心喊话 台股的激情面 基本面是相当的稳健 虽然疫情的确诊人数连日创高 不过在市场的恐慌 在持续攀升的同时 因为连日呈现 它的半年线都守不住了 财经部会在严正以待 经过了严密观察情势发展之后 决定国安基金暂时不会进场 不排除在明天或者是之后 再度召开临时委员会的 任何的可能性 好 这是财政部今天晚上7点半 在召开了国安基金的 临时委员会当中 大家初步所达成的共识 不过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股市动荡 台湾会不会因此陷入动荡 不过国民的意志所展现 所到之处 因为户外没有戴口罩都要开罚了 不过室内很多人自动自发 也认为都要戴上口罩 画面当中所看到 这是令人觉得非常荒唐的事情 这名男子不配合超商的实联制 那么为什么 竟然还出拳来揍人 这个店员遭到暴打 送一之后 今天晚上最新发展 警方来抓人 把他罚办了 为什么 不满实联制 竟然爆发了是流血冲突 50岁的这个赖姓男子 今天早上7点多钟 他是到新北市的土城 某超商来购物 但是因为COVID-19的病毒 最近疫情相当的严重 商家立即实施实联制 不过这名男子却认为 手续繁琐 不愿意配合 除了跟店员发生口角之外 还动手揍人 造成这个店员头部 严重的撕裂伤 而且最后呢 警方将这名男子呢 移送法办之后 争执的时候呢 配合实联制的过程里头 警方现在喊请卫生机关 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来祭出重罚 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要再度发生 我们来看到未戴口罩 所造成之乱 来看这个大部现场 揭示器画面上 白衣男子对着超商店员 拳打脚踢 指引他被店员 劝要戴口罩 竟把人打到全身受伤 引爆全民怒火 但不愿配合戴口罩的 还有他 非戴好口罩吗 怎样 那你就不得 怎样 怎样 女店员苦口婆心 但紫色上衣女子 就是不戴口罩 还不断跳针 大声咆哮 甚至逼近超商储藏室 一度排门板叫嚣 张明女子 15号晚上 在板桥松江街 一间超商买东西 明明没戴口罩 有错在先 被店员劝阻 竟失控 大发飙 疫情严峻 一名富人16号下午 到台北车站搭火车 也无视戴口罩规定 当场被台铁人 约翰警察揽下 当然不对 就是影响他人的权益 然后也让自己 暴露在很危险的空气之中 这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现在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 人人自为 桃园捷御有男子 眼看另一名蓝衣男子 口罩没戴好 露出鼻子 上前规劝 双方因此爆发口角 后来警方介入 男子当场认错 幸好是平和落幕 火车站往往人潮密集 花林也加强消毒 但马路上同样不能轻哭 有民众直击 板桥新普市场 女子一边走 一边拉下口罩吐口水 戴好口罩 本是全民防疫义务 否则病毒孔将持续散播 在你新闻 陈佩如中文报导 这是未戴口罩之乱 全台湾还出现是快筛之乱 我们先从新北来看起 新北唯一的快筛战 今天启动是在板桥 尤其在联合医院的板桥院区 今天紧急在开设这个区战的同时 早早有人排队领号码牌 不过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这个担心有民众不耐久后 加上避免群聚感染 所以提前来发放200张的号码牌 短短十分钟就发放完了 事后感动了民众领不到当场发表 医院外大排长龙 民众撑起伞坐在地上 就是要抢免费筛检名额 结果却排出一肚子气 可以相作业 要不开始 现在还可以排完 很多人也不是这个时候排完 民众火气好大 无辜的第一线医护变成出气筒 原来是新北板桥筛检站 表定下午1点发放200个号码牌 但一早医院就涌现人潮 院方只好提早发放 1点发号码牌 可是来了就没有了 来了时候已经发完 就觉得有点 有点爽了 板桥快筛站首日筛检 对象以居住在板桥 或是有万华接触时为优先 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 一天筛检200人 只要刷健保卡不用付钱 快筛也排队分流 一共分成三排 每人相隔1.5公尺 社交距离 并按照后码牌报道 平均一小时筛检30人 避免民众群聚 公司要我们就是说 需要我们来筛检 我前面有人说他们是7点 那我是7点的感觉 第一天200个后码牌 10分钟内发光光 眼看疫情持续延烧 风抢筛检后码牌的状况 恐怕一时难以缓解 三地新闻江文贤 林玉军 SNG小组 新北财务报道 不只在新北的板桥 快筛之乱所引起的一个情形 类似状况也出现在彰化 彰化的确诊个案在今天 累积到现在已经有14例了 我们知道说当时一个确诊个案 葡萄妈妈到万华卖葡萄的这一家人 因为5月8号曾经前往花坛来喝喜酒 导致三人确诊 彰化县政府紧急发布了动员令匡列参加喜宴的1300人 要求有症状者赶快到彰化医院来裁检 结果医院一夜之间涌入了160人 挤报了急诊室 但急诊室的医师却只有一个人 同样不耐久后 险些跟医护人员爆发冲突 婚宴会馆员工及工读生一大早就在餐厅外等候筛检 因为他们可能都与彰化案1345葡萄妈有过近距离接触 123楼都是都各自有123楼的厨房 那我们的人员123楼也都各自有人员 他们不会串流跑来跑去 5个快筛站每彩艺人员6分钟 除此之外还有30几名宾客 宴席间座位与葡萄妈紧邻或是邻桌 全数被卫生局紧急通知火速来裁检 另外在彰化医院急诊室外 同样大批民众守候 人与人之间主动隔出安全距离 卫生局匡列参加喜宴共1300人 要求有症状者即可快筛 不过就在前一晚正当彰化县府 紧急发布动员令时 医院涌入近百人挤报急诊室 民众不耐久后 险些与医护人员爆发口交 彰化医院深夜紧急调集 医护人员分三线裁检 决定从5月17号开始 采预约筛检避免出现大量人 炒被挤爆 而葡萄家族盘伤的三名外孙 裁检后已有一人确诊 也就是说此家族共有八人染疫 三天新闻许书伟 孙宇丽 吴一者NC小组 彰化报道 好 紧急动员令 除了你刚刚看到 在彰化医院之外 亚东医院今天同步登场 但是不一样的状况 是今天他们证实院内的传播令 外界也相当关注 有没有可能会走向 另外一个像和平医院的处置方式 或者是在三种 那么松山医院 也可能有医护人员感染 实际状况到底是什么 因为在医疗院所 包括我们看到副院长 他强调亚东医院 是位处在热区的医学中心 会持续扩大整个专责病房 能满足重症跟有需求的病患 现在医院已经完成相关的降载的措施 事实上 新北市中心几乎有重症患者 都是依赖亚东医院 因此一旦封愿 这个医疗量能 可能会加重在其他医院的身上 我们来看一下亚东医院今天晚上最新状况 亚东医院群聚累计9人确诊 民众还是在急诊室外排队等着筛检 医疗量能面临紧绷压力 以现在迅速迅猛的疫情来看 每一个患者都要一人一室在医院里面的话 坦白说收支的量能 其实是令人担心的 亚东医院目前启动营运降载计划 即日起停止或延后 非必要的紧急住院手术及治疗 身为指标性医院 无法置身事外 亚东医院是新北市市区 唯一的一间医学中心 它的医疗量能非常的大 一旦进行封愿的话 将会影响到整个北部的医疗体系 我住树林 因为它这个是老医院 大家都看关系 摊开北部医疗网地图 新北市医学中心 只有板桥的亚东医院 和淡水的马届医院 几乎大部分的新北市民 像是树林 鹰戈 土城 钟永和 有重大医疗需求都会往亚东 一旦封愿 急重症病患 就会把压力加注在林口长庚 和台大医院附近的医学中心身上 院内护理师坦言 亚东医院一直以来都很忙碌 如今遇上院内群聚 巨大挑战考验医疗体系的应变能力 三线人 林哲群 前沿小组 新北市报道 好 连线给民进党籍立法院王定宇 定宇今天更大家瞩目 就是全台湾几乎都呈现快筛之乱 快筛有没有必要 为什么台北 新北 甚至彰化都呈现 这样的乱象 王定宇 我们现在看到民众的恐慌 从北到南 我必须先提醒一件事情 台湾不大 我们没有本钱去分双北或者南部 大家要齐心协力 才能克服这一次的难关 那这一次大家恐慌来自于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真实的疫情真的很严重 第二个来自于讯息的混乱 以及因为讯息混乱导致的行为 是没有准备好的 以这个快筛来讲 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快筛 有的人主张普筛 有人主张特殊筛检 我看融合一下好了 我们现在走的是精准普筛 也就是你有接触到患者的 你有被匡列的 你当然要来进行筛检 那进行筛检是在计划下去进行 是疫调的一部分 结果因为谣言也好 或者因为自我的认知或讯息的医治 像中部 你一千多个人一次挤到医院去 没有一家医院有能量可以去消化 就形成了想要筛检的人 跟提供能量的单位对不起来 这就产生了混乱 而这混乱的源头就是讯息 那今天侯友宜去看他的快筛站 民众当场骂他呛他 说等很久 所以这样子的筛检方式 我觉得是应该要调整 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是这样子 很多的讯息导致不必要的恐慌 我举个明显的例子 有首长级的跟医疗专业级的人物说 万华的快筛站 筛出来的10%是阳性 所以他马上接了一个论点说 那万华可能就有10%的人确诊 甚至于某一位专家 真的是专家 还说可能就有30%到40%的确诊 甚至于更多 还用这样推论出 这个病毒已经在万华 嘎棍冷沟味 完全没有根据 我先讲个基本的统计 我不用学医学 我们听到的快筛站是 有接触的 有疑似症状的 你去快筛站去做筛检 这种叫做条件几率 也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体重超过100公斤的人 去检查你有没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达到的比例是10% 我不会说全民10%有心血管疾病 而是体重破百的高风险群才有 万华就这个情形 有症状的 有接触的 去快筛站筛出来的百分比 跟真实社会里面确诊的比例 应该是远远的低 更何况以美国来讲 美国防疫是非常的松散 已经疫情严重到一年五个月 它的确诊率也不过10%而已 才10% 那怎么会说我们万华这里 看到那个条件 有设定条件的筛选之后 验出来10% 去用怎么样推论去推出 万华有30% 我觉得这种过度的数据的演绎 导致的恐慌 会形成现在的混乱 那今天公布的333位 我刚才跟医师在沟通在聊 数据看起来很吓人 但是如果这几天看起来 180几 200多到300多 这一个成长的曲线 基本上它的斜率不高 也就是它是和缓的 并不像大爆发的 一百两千 三四千这样一直往上跳 所以它这个和缓的状况下 我们如果再细看的话 它染病的区域集中在双北中间 感染的来源 我们之前有四大感染源 华航诺富特 卢州狮子王 万华茶艺馆 宜兰的电子游戏场 这四大感染源 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目前虽然300多个看起来很紧张 但是几乎都跟这四大感染源有关 甚至于经过这几天 民众 其实台湾人很可爱 民众自动自发的配合防疫 再加上中央地方的协力 我们已经没有诺富特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诺富特华航那一块 几乎已经归零了 没有了 那现在几乎都跟万华茶艺馆 跟卢州的这一位 师子会的前会长有相关 连宜兰的电子游戏场都在收敛 而中部的 不管是台中或彰化的 跟卢州 或者跟万华卖葡萄 其实都有地缘的关系 来源可知 人数的成长 并没有成几何级数的暴增 而目前我们最担心的几个点 第一个院内感染 现在看起来在医院的部分 有六家医院 有院内感染 但是这要分 根据指挥中心确认 除了亚东医院以外的医院 其实是院内有人确诊 但是院内并没有感染 只有亚东医院内部有感染链 所以医院的感染的部分 并不是像我们看到那个标题 这么严重 另外有一个 这个陈州派出所的远景确诊 后来看到它的来源 它跟师子会有在互动往来 那就还好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已经决定要把边境封锁 就是暂时没有我们国家的身份证 没有国籍的居留证的 暂时都禁止入境 也就是边境关起来 四大的传染来源 再尽量把疫调做好来 而目前集中在双北周边 我们尽量把这个趋势守好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 现在不能止于智者而已 我们希望全民来当指挥中心的后盾 指挥中心正确的信息 帮它分送出去 遇到来源不明的讯息 不要转传 因为根据我们这次的特别条例 这个COVID-19的谣言 是比一般的谣言罚则更重 最终有三年有期徒刑 病科罚金三百万 我不希望用钱跟关起来 去吓唬民众 而是我们的国家 现在面对困难 我们过去一年多 打了光荣漂亮的一战 谢谢每一位医事人员 跟全民的配合 而这一关 我们应该是有能力克服的 所以趁乱而起 我们相关的单位都在查 最近有很多所谓的认知作战 境外境内 丢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讯息进来 这除了靠相关单位去查办以外 民众去遏止这一个假说讯息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疫情严峻 但是还在可控范围 我们现在的资讯混乱 导致一些混乱的行为 这两大导致恐慌的来源 我们希望把它制止下来 那其他各的县市 这一次是上下通力 疫调足迹交给地方政府 学校要不要停课 本来就是地方自治业务 那像以我们台南来讲 我们台南除了提升到准三级以外 今天早上台南市政府做一个最新的宣布 台南市的殡仪馆不准公祭 全部公祭一事停止 家祭是人生大事 我们尊重 公祭 这种公祭 民意代表跑贪的部分 直接把公祭停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决定 那所有的乱都来自于讯息的多来源跟错误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需要筛检的人 我们是精准普筛 也就哪一些人被框出来需要筛检 而不是自己想象要去筛检 这一次的混乱也证明了过去所谓的普筛派 全民都普筛 除了今天筛了没问题 伪阴性伪阳性以外 那明天接触的要不要再筛一次 那个其实对事情帮助不大 可是现在精准的普筛 加上隔离14天 加上7天自主管理 这整个配套下来 希望把双北这个疫情把它压制住 是 来 谢谢王定宇跟我们进行连线 的确你看到画面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已经一大早 在视察板桥快筛站的时候 民众的不满 那么效率的状况底下 大声咆哮的画面 即使疫情的快速升温当中 新北市在昨天一口气 因为增加了97例 那今天在新北市方面 更是一个重灾区 今天335例当中 那么总共有两例是境外 333例是本土 那尤其呢 现在台北市158例 那万华地区89例最多 其次在新北市有148例 新北市148例当中呢 又以板桥的41例最多 来我们看那个全画面 可以看得出来 板桥从昨天增加97到今天呢 板桥地区也有41例 新北今天又有148例 为什么 你可以看得出 洪友宜在下命令间在联合医院 在板桥院区设置的快筛站呢 今天出现这个大牌长龙的景象 160多人前来 那么下午呢 有工作人员发放这个号码牌 逐一来裁剪 但是排队时发生意外差距 有人不满 排队时间太久了 大声咆哮 新北市政府没有效率 太晚发号码牌 最后被工作人员给带走了安护 板桥的快筛站所设立第一天 事实上有不少民众前来 很多人那么都戴着口罩 工作人员宣导要拉出去这个社交距离呢 不过呢 今天的第一天的裁剪的预估 只有200名 200名 也就是说排队的这些民众 并没有办法全部都是筛检了 这些民众的预众 必带好口罩吗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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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出来 你够出来 你妈谁 你够出来 果然就在带好口罩 如果有问题 你自己去跟他公司闲调啊 对啊 人家现在已经跟你借倒过啊 人家是跟你讲过 你还是不在的 他这张牌就在后面 而且收集物就到了 这张牌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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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每个时代 我们真的没办法 晚上的8点30分 来看在昨天呢 新竹县有一对新人 他在琼琳这个地方的 一家婚宴会馆 举办了婚礼 因为县政府 在前天才拉起这个防疫警戒 于是呢 我们看到这对新人 跟所有的相关的亲友 是措手不及 来看看他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现场控管人数大概多少 现场控管吗 没有总人数 你们有算吗 你们有算吗 大概是280个 机场人员上门 发现里面坐满了人 因为这里正在举办婚宴 没有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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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办 因为每桌都坐五个而已 每桌都坐五个 每桌都坐五个而已啊 就算每桌只坐一半的宾客 还采梅花座 但总人数还是超过100人 已经违反防疫规定 直接打包 然后你们就一桌一桌拿好 就直接先离开 要求婚宴必须立刻停止 虽然新人和宾客们才刚坐下 也只好把现场的菜肴 统统打包带回家 新竹15号发布准三级警戒 进行室内外活动人数控管 只是这对新人 在16号中午举办婚宴 席帖早已经发出去 根本没办法一一通知宾客取消 所以一桌只坐一半 五个人 但硬着头皮举办 马上就遭到检据 警政单位的一个规劝 经过他们了解业者的配合程度 也没有拒绝跟妨碍的行为 餐厅虽然婉拒访 但食材和人手都已经为这场喜宴准备多时 零食喊咖确实很为难 最后洗开28桌 就算在人数上有做减少 还是违反防疫规范 不过面对机查相当配合 至于是否开罚 卫生局说会在考量实际状况 只是吃喜酒吃到一半 被迫打包离开 新人和宾客真的很准 三里新闻 赵浩宜 陈秀桥新竹采访报道 来看另外一场喜酒 它没有喊咖 不过引发更大的风暴 就是在彰化 彰化在昨天有酒粒的一个确诊病例 今天新增加的武力 你知道吗 葡萄家族因为群聚感染案当中的妈妈 5月8号曾经到饭店参加一场午宴 导致三人确诊 现在这把火烧到了彰化县长王惠美身上 因为她当天也在同一个饭店喝喜酒 饭店员工面色凝重 悬着一颗星排队等快筛 因为他们与彰化案1345的葡萄妈 可能有过近距离接触 5月8号中午葡萄妈在饭店二楼喝喜酒 一桌做食人 最新公布案例中 她传染给另外三人 现在彰化县长王惠美则遭爆料 她也在同天到同间饭店参加晚上一楼的喜宴 虽然时间点不同 但难免被联想是否陷于风险之中 她亲上火线 我参加活动全程都戴口罩 而且我没有下去敬酒 只在台上敬酒而已 谢谢大家 参天70名正职员工另外将近70人为兼职 婚宴虽分无完场 但逐桌端盘子送餐的服务生 有没有可能会是同批人 123楼都是都各自有123楼的厨房 那我们的人员123楼也都各自有 人员他们不会串流跑来跑去 彰化新增武力 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台北一家四口万华家族 不只大一子就读国中的儿子确诊 还传染给同班同学 不是那种很mudge的朋友 这个学生临近座位的人都是阴性 他稍微隔了一两排的位置 所以我们一直在 昨天晚上就一直在评估说 他这个接触的途径是怎样 目前彰化线共有三名学生确诊 一校全校停课 也引爆了请假潮 光5月17号请假的学生 多达一万一千人占了百分之十一 甚至某公立高值请假人数将近一半 看得出此次的疫情 已经对家长造成恐慌 三地区许淑卫 陈一姐照片报道 好 各位朋友您家还有电吗 因为又有停电的一个消息 今天晚上7点30分部分的地区 展开了停电 从画面当中您所看到 这是台湾今天晚上的最新画面 因为在台电今天晚上7点50分 发布了紧急的停电通知 因为今天下午呢 用电的需求持续攀升的结果 到了傍晚7点30分 负载仍然达到3487万瓦 为了维取这个电力的供需平衡 于是系统将自动的保护设备的动作 将部分的地区展开了停电 那台电当然表示供电方面呢 包括了新达电厂一号机 虽然已经并联 并且缓步来升载 不过发电量提升仍然需要一点时间 于是在7点35分 那么发电量只有四成 好 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我们就带你来看 这是在今天公布的333例的本土案例当中 台北市有158例 新北148例 新北148例当中板桥就有41例 这也是在新北首度出现 有民意代表的助理的家人确诊的个案 来看这个大现场 确保民众等候区跟局处临时下工区 社交距离够远 新北市府分流上班首日 侯友宜特地视察 做好实联制 连议员也不例外 要把人与人的连结降到最低 新北市府疫情应变记者会 全面改脸书直播 谢绝记者进场 连提问都由媒体代表提问 因为因应防疫的措施 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防疫基准会 会采线上的方式进行 新北市疫情真的很险峻 因为市议员张志豪助理家人确诊 偏偏证明助理13号才参加市政行程 同框侯友宜 只差两三人的距离 不免让人担心侯友宜会不会受影响 这个已经很多天了 我到现在为止 我的自主健康管理都没有问题 所以特别请大家放心 他跟市长都有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都全程有戴口罩 甚至有律师13号在新北地院开庭时 当场被告知确诊 当天法官书记官罚警 全部立刻自主管理 台北市疫情同样严重 万华议员刘耀仁助理快筛阳性 服务处即时关闭 所有助理居家隔离 服务处也在万华的无配议 团队改成远距上班 同事即日起 大家都在家自主管理14天 同时每天也要自己检测 就是量体温 然后每天通报到我们工作的群租里面来 明代跟团队小心再小心 因为跟市长科室第一线接触 要是真的传染 后果不堪设想 三立新闻黄大风中宁 台北报导 过去一年来 台湾一直被全球各国所视为防疫的模范声 不过这一次爆发多起的本土确诊个案 引发了外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有专家认为台湾这一次的经验丰富 应该可以成功来控管 台湾确诊连日创下新高 让外界高度关注 曾是防疫模范声的台湾到底怎么了 本土疫情暴增加上未知感染源 许多民众冲到卖场囤货的画面 也被国外主流媒体大幅报道 外媒部月儿童点出台湾过去靠关闭边境 彻底杜绝病毒入侵 维持日常生活 却导致疫苗使打意愿低落 才会一时疏忽让案例暴增 但有专家对台湾能否挺过这次危机 颇有信心 许多网友感叹果然不能掉以轻心 不到最后不算结束 看来疫苗才是解药 而常住在南韩的知名部落客台湾牛 16号也透过脸书发文 鼓励台湾人只要忍耐两个星期 还是能回到过去舒适的生活 吸引破万粉丝按赞 面对接下来关键的两周 台湾能否成功守住防疫模范生的名号 全世界尹尽期盼 三连新闻市长安报道 特别值得注意是 在万华的茶室群聚感染再度扩大 双北的亚东医院收治了一名确诊者爆发院内感染 有九个确诊者都是医院的病患 前世子会长万华茶室群聚感染风暴持续扩大 双北有六家医院出现确诊案例 唯独在亚东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新北市一名患者上周五一慢性肺病挂急诊 入住八地病房后就发烧 家属主动告知患者曾去过万华茶医馆 回座检查后确诊 立刻启动院内应变作为 凌晨将病人转到负压隔离病房 周五转到家户病房 三个小时后插管治疗属于重症患者 在过去连续这几天 我们发现他同病室隔壁病室 甚至在急诊处的隔壁病床 最后在不同病室的患者 他有阳性确诊的反应 确诊者涉结病房楼层区块属于健保房 来往仍相对复杂 这次应按1375入住八地152病床确诊 已想到同病房里的151和153床患者以及家属 还有别病房的102床患者和他的看护确诊 还有161、162床患者也感染 当时疫急诊接触 6B一名患者也确诊 院内紧急展开大清销 但是确诊者相处超过15分钟的护理师 多达29位 疫调的匡列的对象 包括我们院内的同仁 含不同的职类 包括医师、护理师、复健师、呼吸治疗师等等 少数的同仁已经踩到第二次 亚东医院紧急对院内员工和医护展开疫调 匡列了29名医护人员 实施环境裁检 超过50次都实际 休息片刻 马上回到9点的特别报道